我们这次要介绍的这个包包 看一下 太近的话可能会反光 感觉没有办法把颜色照得很明显的感觉 它是海军深蓝色的部分 它的牌子是Traveler 它是美国的防盗的 特别是做防盗的包包 就是说如果你去欧洲玩 因为欧洲小偷猖獗 爬手猖獗 所以他们就习惯会带这个防盗的包包出去 然后这个是经典款的 迷你的尖杯小包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它这边 要有它的 那个logo标签的部分 那这种防盗包 它就是 特色 它的特色就是 它比较轻 然后防水 外面有防刮 然后它会有比较多的格子 例如说它的正面的前面 它就有 它就有一个 然后打开还有一个 它就可以让你放比较多东西 打开之后 里面有两格 这边还有一个 这边还有一个 它就是采用比较轻的 比较坚固耐用的材质 然后因为它是说它 标榜防盗 所以它这边会有一个防盗设计 就是它有一个 这个 拉链的头 它是可以 去锁住 旁边这个 这个小扣环 就是说如果有人要偷东西 它没有这么轻易可以把你的拉链打开 然后 里面它 这边也有一个 这边也有做一个 就没办法轻易把你打开 然后它里面 有很多层 这边有 一二三四 四层可以让你放卡夹 然后上面还有一层 比较厚的 还可以让你放 看一下要放什么都可以 然后中间有一个大的阻隔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LED灯 这个比较小 迷你比较轻巧 但它这款设计 男生女生都可以背 然后这边还可以放 好 不要牵放 然后它的后面 你看 泡一个 也蛮盛的哦 它是属于肩背侧背都可以用 好设计简单大方 如果去欧洲旅游的话 建议不要背那个精品包 名牌包 就是 如果可以的话 你如果不想让背小偷偷盯上 那就是背这种防盗的包包 然后它因为它就是 不要被那个小偷当那个主要的 对象 所以它也都是用的比较朴素 做的比较朴素 好跟大家介绍一下 美国这一款防盗的包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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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